剧组那边已经开始准备了,这一次开始拍摄的地方是在A市最大的一个孤儿院里面。 李洁,唐红他们呢,都在里面呢,你也进去吧。 正好今天还有一些空余出来的配角,有人来试戏的。 你和于千凡呢,也帮着看看,啊。 你在外面排队,我和于千凡会在房间里面,好好试戏,太紧张,反倒是会发挥不好。 谢谢,谢谢丽锦老师。 丽锦一走进面试大厅,外面的演员们就被暗次序喊了进来。 丽锦就坐在位置上,看了两个,就忍不住摇头。 又看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,丽锦想去上厕所,和隔壁于千凡说了一声,就悄悄地从后门离开。 他上完厕所,就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,透透气。 墙壁上贴着的是色彩斑斓的画,每一张画下面都有不同孩子的署名。 这些应该就是住在这里的那些孩子们的作品了。 丽锦笑着一张张地看了下去,却看见排在最后面的一大片的大合照,还有一些职工和孩子们的合照,以及一些经常来这边看孩子们的捐赠者的照片。 下一刻,视线却凝在了最上面挂着的一张照片上。 那是,马奇?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? 当时那对老夫妻说的是,马奇在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失踪的,那这个照片,是在他失踪之后拍的,还是失踪之前呢? 丽锦刚要转身去找这个福利院的院长。 丽锦老师,你在这里干什么? 她转过身,对上了这一脸紧张,看着她的谣音。 丽锦老师,唐红老师他们叫你了,我们快点过去吧。 丽锦诧异地看着她,她心底再一次生出,这个谣音实在是有点奇怪的感觉了。 回了面试大厅之后,丽锦落座。 唐红老师,你有叫人去催过我吗? 你去拉屎我催你干什么?我怎么催你啊? 姚音为什么要撒谎,不想让我继续看走廊里的那些话吗? 为什么?那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? 正好这个时候,轮到姚音进来面试了。 姚音的表演还在继续,怎么样? 挺好的。 没想到,这个合作伙伴推荐过来的女儿,还挺能驾驭角色的。 嗯,不错,我等会儿要去给电影做个预先采访,你先在这里留着。 而这个时候,姚音也表演完了。 表演得还不错,回去等消息吧。 丽锦盯着她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,她打开手机,给许久不曾联系的双耳发了一个信息, 顺带地将姚音照片也发了过去。 这个女孩子,你帮我查一下。 她站起身和唐红他们说了一声,就对着外面走去,她准备去找一下院长。